极乐世界有下 中 上 总共九品 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先往生者 堕胎胎儿到上品极乐世界 但是能够守五界 八观灾界就是中品 做好事啊 放生啊 不思啊 下品 但是进一步能够吃素啊 修慈悲心啊 发菩提心啊 可以到上品往生 所以不是光这一辈子的祖先 爸爸妈妈 过去世的爸爸妈妈 过去世的祖先 都让他们超度 所以你这样守八观灾界 冤亲在主就可以超度 原谅消业障 而且让他们去极乐世界 以身体的行为 清静 没有杀身 偷盗 邪淫 种种会恶业 嘴巴 口叶齐 则无诸过失 无论如何 各位今天要控制好 不骗人 不骂人 不批评别人 不讲没意义的话 要练习好 平常你练习久了 自然就会改变 今天心里面不要有贪心 生气 无名 傲慢 嫉妒 种种不好的心态 各位要练习 本来这些贪嗔痴就不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这个贪嗔痴是被人影响的 我们的每个人的心本来都是清静的 所以就像佛的心一样 所以今天保持一个清静的心态 第一个念佛 慈悲导师 阿弥陀佛太慈悲了 释迦摩尼佛更慈悲啊 要师佛 哎呀 为了众生发十二大愿啊 大慈大悲 所以每一个佛 都用各种慈悲的方法来利益众生 第二个念法 三世佛母 佛陀所讲的法 心经 金刚经 所以地藏经 阿弥陀经 那你要按照这上面去修行 念法 按照佛经去修行 所以各位要依法不依人 各位记住啊 因为有些人常来找我 师父 我亲近那位法师 我亲近那位上师 他最近怎么变啊 变来变去 那错了 不要依人啊 我们是按照佛法在修行 法师身上有法 我们吸收他的法 这个法师也会骂人呢 所以各位 我们要的是那个法 慈悲心 地藏经 阿弥陀经 怎么修菩提心 那个比较重要 所以佛陀教 自医子 法医子 墨医医子 要靠自己 来按照佛法来修行 不要依靠别人 依靠别人 你会很伤心的 法师 法师也是人啊 他哪一天也会生病啊 师父都叫我不要生病 他自己也在生病 因为人这个身体 本来就是个凡夫啊 所以因为这个末法时代 要小心 所以各位要看佛经 看佛经 不会错 来守戒律 第三 念生 人天 福田 那么真正的修行人 可以让我们有福报 天上的神 如果供养真正的修行人 可以生更高的天 所以我们昨天这样共生呢 福报很大 供养出家人 第四 念天 长寿安乐 好好的守戒律 保证至少来世升天 但是我们佛教徒啊 不想升天快乐 我们想要去兜率内院 那边可以修菩提心啊 我们想要去极乐世界 那边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啊 所以只要你好好的 归一三宝 持戒 一定可以升天 第五 念戒 清静身心 要随时想着自己的身口意 有没有犯戒 身口意 有没有清静 第六 念布施 普及贫穷 多帮助众生 希望各位 这个世界 只要有贫穷人啊 想尽办法 帮助他 不分国家 不分宗教 只要有动物要被杀 救几只 算几只 刚刚他们早上 又跟我说 师父 有一百多只蝙蝠 要不要救 我回答 废话 当然要 这个还用问吗 就赶快救 所以只要动物要被杀 救一只 算一只 想尽办法救 不过 不过在这边 我告诉各位 女孩子啊 如果怕得乳癌 如果有女孩子已经得乳癌的 叫她千万不要再喝牛奶了 因为得乳癌呢 都是因为过去买卖牛奶 挤牛奶 伤害乳牛 你知道吗 有这个因 再加上脾气不好 骂人 抱怨 然后气结在这边 业力就会变成 男人叫肺癌 女人叫乳癌 男人这个肺癌就是 他忍 他不讲 他把气放在心里面 他就容易咳嗽 然后呢 久了就会有肺癌 压抑 压抑 那女人呢 抱怨抱怨 然后再加上因为 过去伤害过乳牛 那怎么办 不要再抱怨了 放放乳牛啊 我们在西藏经常在放 一只牦牛要被杀 一千四百块 一千三百块 人民币 就可以买一只 要被杀的 然后寺庙帮我们养 这样啊 这也是个方法 乳牛 就乳牛 还有一个方法是 各位买牛奶 倒在河里面 加一点花 供养龙神 也可以发财 用牛奶 加一点花 就撒在 河里面 海里面 布施给龙王 那至少也是 布施牛奶 甚至做烟供的时候 我们自己不喝牛奶 但是我们把这个牛奶 布施给众生 替乳牛布施 用各种方法 如果有机会 更好 去买一只 已经怀孕的乳牛 让他生下来 可以跟他在一起 让他们一辈子快乐 来 偿皇过去 吃乳牛 买卖牛奶 造成乳癌的业 今天 绝对不杀生 我们还要吃素 放生 第二 不偷盗 今天除了不偷盗 大家 供养三宝 出钱出力 救命 第三 全断淫欲 今天 夫妻 不要一起睡觉 没有男女的性行为 乃至第八 离非时时 今天中午吃完 晚上不吃 一直到隔天 总共八条 由是身口意 三叶道 清静 成为出世正因 那各位就可以 种下脱离世间轮回苦的因 甚至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 出世正因 各位要记住 世间的一切都是痛苦 记住啊 世间的一切 都是痛苦 有儿子也苦 没儿子也苦 有儿子也苦 没儿子也苦 这个世间 你想说 我没结婚 找一个结婚 就不会痛苦 哪里知道痛苦开始了 我没儿子 生一个儿子 哦 又给自己痛苦 这个世间 大家都想说 这个痛苦 所以我到这边就不会痛苦 印尼不好住 我移民到美国 移民到加拿大 一样生病 到那边一样痛苦 这个世间 没有一样 不会变化 这一点你要了解 并不是这个世间 给我们痛苦 再记住啊 不是别人给你痛苦 花开花谢 本来就很漂亮 为什么痛苦 因为你执着它 你爱上它 你想改变它 所以你痛苦 如果你接受它的变化 你不想改变它 你就没有痛苦 我要我老公怎么样 我要我太太怎么样 我要我儿子怎么样 你很痛苦 所以佛教就 随顺因缘 它有因果的 不是你要求它对你好 它就会对你好 所以各位你要 接受因果 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变化 无常 苦的 没办法控制的 空的 这一点你要想清楚 所以痛苦来了 不要怪别人 那是因为我心里 执着了 放不下 就是我没有智慧 所以佛教 叫我们要有空性 空 就是接受的一切 了解它 这是假的 虚幻的 暂时的 所以念一下 心如虚空 接受一切 我们的心要叫虚空一样 你好 我也对你好 你不好 我也对你好 了解吗 生病 医生说得癌症 OK OK 得癌症 OK 接受它 平静 我来吃吃素放生 那就好了 我中感情 然后欢乐 欢乐 癌症还没有发作 你就欢乐症 担心动 心里不安定 所以我想各位 老公好不好 好 接受 老婆好不好 睡 接受 印尼好不好 好 就好了 印尼好不好 是我们的贡业 不是 你不能怪 怪印尼政府 你怎么不去生 在极乐世界 你怎么不去生 在温哥华呢 所以你造什么行为 得什么业 你要接受 不叫讲空性 就叫你平静 接受 接受它发生什么事情 随缘 这样 这个叫空性 你千万不要说 我要改变你 我要主宰你 很痛苦 很多人说 我要做总统 我要抓权力 这个国家我要改 你不了解 要改 守八观灾界 念佛改的比较快 心清净 世界就清净 佛教徒了解这个道理 你叫我做一百个皇帝 我都不要做 我心清净 念观音菩萨 世界会不会改变 那就改变了 所以上师为什么要修仪轨 心清净 保持阿弥陀佛的菩提心 他们就超度了 就很简单 你家里有人生病 心清净 念观音菩萨 替他放生 他病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千万不要烦恼 想要去改变什么 你儿子不听话 那你听话就好了 你自己心清净 听阿弥陀佛的话 听本师释迦牟陀佛 乖乖乖乖 回向给他 他就听话了 你千万不要想说 我要来改变你 我要来控制你 那你好笨 所以我想 佛教一直给我们讲 空性 不要 要接受对方 要了解一切 存慈悲心就好了 平静 存慈悲心 他就会改变了 有听到吗 很辛苦啊 既然听到了 你要一教奉行才有用 你不要再烦烦恼恼生气 在这边守八幻灾戒 还打电话回家 老公 你在哪里 你管他 要做什么 你管你自己就好了 你自己平静了 他就好了 所以各位要了解 你平静了 充满悲心 做善事 祖先去极乐世界了 生病了都好了 工人也快乐了 老公也赚钱了 那学佛能了解这个道理 他可以改变世界的 那改变世界来自于你的心态 平静 守戒律 慈悲 世界就改变了 你相不相信 你从今天开始 七天不要讲话 全部人都跑来问你 哎哟 你好伟大 七天不讲话 全部人都会拜你 你只要坐在这边 七天都不出去 很多人都会来拜你 不用讲话 因为你就静静的在那边拜佛 全部人都跑了 哎哟 你这个人好厉害 所以观音菩萨永远静静笑笑的 坐在那边 OK了 自然就有力量去帮助别人 所以当然我讲的是心态 心态如此 但是行为要去做事帮助别人 但是要保持平静 无所求的心 只有慈悲心去帮助他们 不要批评 好 以后你家里守戒要把这个拿出来 我们以前公司守戒都给他放了 今天不要找我喝酒 今天我守八卦宰戒 这个叫宰戒牌 就像中国人也会 爸爸妈妈往生了 外面会贴两个字 言字 言就是爸爸 字就是八卦宰戒 妈妈往生了 慈字 慈代表妈妈 字叫八卦宰戒 这意思吧 儿子往生了 叫至宗 我家正在守八卦宰戒的当中 那人家就知道了 那这个灾界排放 哇 护法神都到齐了